昨天抖音的热搜榜第二名啊 就是孙海洋全家五口人首次团圆 为什么孙海洋这个事情能够引起全网这么大的一个关注 我认为啊就是孙海洋自从丢失孩子孙卓 然后从小一直就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并且通过千辛万苦的这个万里寻姑 然后呢历尽磨难啊 仍然选择不放弃 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 这个最深邃最真情的一部分 就是说血浓于水的那种真情那种亲情啊 任何千难万险它都阻断不了的 就是说我宁愿吃再多的苦 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一定要把它找到 是死是活我一定要把它找到这样的一种决心 它是代表了我们普普通通老百姓 最朴素最善良最纯真最真切的那种情感 今天能够看到孙海洋全家大团圆 然后呢也代表了我们很多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老百姓呢 共同的一个苏愿啊 我们真的都希望所有的这种就是说丢失的孩子能够找回 并且能够回归到他的原始家庭当中 享受到他的原始家庭当中 他亲生父母本来应该给到他的那种情真意切的亲情的温暖 但是呢人间真是个好地方 人间必定不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期盼的那么美好和圆满啊 人间还有另外的一番景象就是邪恶的 是残酷的 是冷酷无情的 甚至是绝情的 在受到这个就是孙卓找回他的这个亲生父母孙海洋这个一家 然后享受了美好团圆的这样一个影响下呢 同期也是知道自己身世被拐卖 然后呢到现在因为养父母都已经双双离世 然后深感自己没有家可归 特别渴望回到自己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当中 回归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啊 然后叫刘雪舟 公安机关的一个帮助下呢 他也成功寻心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是他却没有像孙卓一样这个好的一个命运啊 他没有想到再寻找到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 以后呢居然又遭到了二次遗弃 作为一个就是说已经有15岁孩子的一个母亲啊 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刘雪舟这个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在两三年之前吧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气愤 而且我当时就想说 但是为什么牵着今天才说呢 就是因为这里边 说这个话题就很难免会带上我的一些经历 和我孩子这些遭遇啊 然后呢又会迫于可能又有一些人 对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的一些评价 但是思来想就还是想说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成年人遭遇这个就是离婚也好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 对亲戚的一些建立啊 可能有很多人还是属于比较迷惑吧 然后我通过这一个事件啊 来表达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观点 然后来阐述我对婚姻观和在离异家庭 对孩子如何去输到这个就亲子关心的这方面呢 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还是先梳理一下这个刘雪舟 然后这个他这个故事的一个更改啊 就是这个刘雪舟这个孩子呢 现在应该是叫15岁啊 他是在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啊 未婚先孕的一个情况下 把他生出来了啊 但是因为这俩年轻人呢 亲手把这个孩子卖掉啊 然后找了一个就是收养他的一个家庭 拿到了4万块钱的一个拐卖费啊 然后把这个费用呢 这个他的亲生父亲拿了这个4万块钱以后呢 娶了这个叫刘雪舟的母亲作为彩礼啊 他俩结婚了啊 又组建了家庭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刘雪舟呢 被他的这个亲生父母卖掉了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养父母家里边寄养 结果因为这个刘雪舟这个孩子确实是命运多舛啊 到4岁的时候 他这个养父母因为意外啊 双双身亡了 他是跟着这个爷爷奶奶老人 在一个农村的老家里边长大的 后来这个孩子呢 是在社会的救助下 然后呢 现在是上了在河北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职业学院啊 在这个学校里边上学 因为他今年受到这个 就孙卓又寻亲 找到他的这个孙海洋一家嘛 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他也想来寻亲 结果通过这个公安机关的帮助呢 他确实找到了他这个亲生父母 但是呢 可悲的是呢 被他的这个生母啊 然后就是拉黑了啊 说他不懂事啊 说造成你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你就应该去怨你的这个养父母 你的养父母啊 那个如果是当时因为他们不抱养你的话 会有更好的这个家庭来抱养你的啊 居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而他的这个亲生父亲呢 因为他被寻找了以后呢 他觉得遭受了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一个谴责 居然也就是说排斥接受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而最近我看着刘薛舟就把他和他生母这个通话的这个记录嘛 他给这个声音给放出来了 就他生母那种冷酷无情的那种 就是自私自利的那种丑陋的面目呀 昭然若揭啊 被我们全网都知道了 公之于众了 这个事情我看网上还有一个争议点啊 就是说这个刘薛舟呢 他找到他这个亲生父母以后 他跟他父母是怎么掰的呢 就是他还跟他的父母提出来说 我现在没有地方住 你们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个地方住啊 你或者说给我买个房子 给我租一个房子也行 咱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沟通的啊 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住 但是呢 双方都表示了排斥啊 就因为这个事情谈掰了 然后呢就拉黑了 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 就是你遗失这么多年的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父母的一个身份和地位 一个角色的话 你本身就是说于你有错在先 你不管你当年多么不适人的一个行为 你对这个孩子 你就难道一点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吗 这孩子提出来说 爸妈我现在没有地方住 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啊 这不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吗 怎么还能 你不管哪怕这个孩子 哪怕就是提出来说话的时候 可能不太到位 然后就是提出了一些 可能让你感觉接受不了的一个 这个说出来的一些话 接受不了 但你起码 沟通还不能沟通吗 但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 奇葩的这个两个人 居然纷纷把这个孩子给拉黑 选择直接排斥去接受这个孩子 从而对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个二次伤害 这里面不得不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留学周 他在找到这个亲生父母之前 他是有这个社会救助基金 他可以正常的生活的 但是因为他找到的这个亲生父母以后呢 然后这个社会救助基金 就对他停掉了这个救助了 所以说他对他的这个父母 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不过分 我认为 而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这个父母 这对奇葩的父母 他已经违背了一个最基础的 一个人伦道德底线 他现在这个留学周 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 他也已经明白是非了 他现在非常斩钉截铁的就知道了 这一对父母 他虽然是亲生父母 但是这对亲生父母 他们是犯罪嫌疑人 他们在我小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就把我卖掉了 现在我长大了 我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找到他们来 他们不但不能给我亲情 还想再次对我进行伤害 你把我这条生命当成什么了 当成商品 当成对我尊严 对我生命的一个无限的一个践踏 所以我需要拿起我的法律武器 来维护我的尊严 对于刘学周的这个事情 我肯定是举双手双脚 来支持这个孩子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生命的尊严呢 而为什么我要在这期视频当中 我要来阐述 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观点呢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 情和理的一个 如何分辨 如何去选择对错 就是关于个人价值观的一个选择和判断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往往是牵扯 让我们很多的普普通通老百姓 在情和理之间 我说的这个理是指的法理 永远混沌不清 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做出正确选择 更加理性客观的去做选择的一个问题 给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关于这个离婚家庭 以我为例吧 我的婚姻是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破裂的 因为前夫出轨 然后出轨于90后的一个小姑娘 现在在说起这个事 我就云淡风轻的会说 我说因为我的前夫对爱情非常执着 然后他为爱走天涯 所以坚决要放弃我这个家庭 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给我提醒 不要告诉孩子为什么你离婚的 因为这样对孩子是一个很深的打击 对孩子是一个伤害 这个是很多家庭都在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的时候为了尽量降低对孩子的伤害 我一直告诉孩子 我说就是因为你的父亲去外地去工作了 然后没有办法回来 然后呢由妈妈来照顾你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谎话延续了好多年 孩子直到上了幼儿园 他会经常问 说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总会来接 而我的爸爸从来不出现 这个问题是很多婚姻破例的一个家庭 常见的问题 就是为了能够降低对孩子的伤害呢 就尽量维护的 就是说犯错方 他的一个实际犯错的一个行为 我就尽量的帮他掩饰 但是在我现在来看的话 在合适的时间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看着他没有父亲的关爱 因为我前夫从来不看孩子 每次他来看孩子都是我求着他来看 没有非养费哦 没有非养费 他还不来看孩子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离婚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说绝情的奇葩的父亲或者母亲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 我前夫就是这样一个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次 我就要求他来看孩子 然后有一次呢 就在我们当时张店有一个经地嘛 地下商场 看不到半小时就走 孩子那个时候还小 在三岁多就说 没和父亲待够啊 然后呢 他就急急匆匆要走 那个时候孩子就一边拉着那个经地那个门 就哭啊 说你是个大坏蛋 你让爸爸走的 怎样怎样 你像到那个时候当娘子是一个什么的心情啊 我留不住他呀 孩子 我那个时候孩子很小 他就一边在哭一边在闹 这是第一次啊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还有一次就是 在孩子上 就是小学的时候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这也是对孩子最大的一次伤害 就有一次我跟他父亲商量好了 我说 哎 你要来看看孩子 我还最近的这个心理 状态不太好啊 说好的来看 他那天早上特别的兴奋 四点多就起来 开始收拾自己大包小包的东西 然后给爷奶准备的什么东西 给父亲准备的什么东西啊 满怀欣喜的等着盼着啊 急切的那个心情 但是一直等啊 等到八点多 电话打不通 爷奶的电话也不通 突然消失了 再联系微信 拉黑了啊 就是他父亲 对孩子再形成了一个二次伤害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呀 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啊 咱也想不明白 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他 我还心思是不是手机欠费了 我一个劲的给他爷爷奶奶重化费 还给他这个父亲的这个手机重化费 没用 人家就联不上 突然就消失了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但是那个事情对孩子的伤害特别特别大 在孩子心里边挣下了一个仇恨的一个影子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 我说你父亲可能是因为他又成立了新的家庭 可能他的这个新的这个 就是说老婆可能不太喜欢 或者说不想接受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试着 给他私下原来给他演示的 非常粉饰的非常好的那个面目和形象了 我因为我必须得考虑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得给孩子揭露一些真相了 我得让他有一些这个心理准备了啊 然后呢 可能这个也有很多人有这个不同的说法哈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一个说法 我在站在母亲的一个角度 我不得不去那样做当时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开始一边摔打 一边抱怨啊 说你就是个骗子啊 你这么多年骗了我这么多年啊 我这个父亲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不要我的 怎样怎样 仇恨就种下了在心里 我女儿今年15岁啊 在她经历这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呢 我遭遇了很多这个人生的治安时刻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断的愧疚自责 然后去寻找各种出路和办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了大量的这种关于 亲子教育的一些书啊 然后甚至这个这个高级心理咨询师也是在这个阶段去学的啊 当然现在啊 我已经和我女儿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改观了 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呢 就是这两三年之内哈 其实从在去年之前啊 我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叛逆 那个时候就有半年多的时间不上学啊 上那个传统文化学校嘛 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跟她不断的交流和沟通 我就是在她这个有叛逆情绪这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吧 我的工作就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的存在吧 我就没有办法做了 然后我就专心在家陪护她啊 就包括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是已经在陪读了哈 现在已经回到这个体制内学校了 这一年多的改观对我的女儿进一步非常大 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得到一个很大改观的一个重要的一年 在2021年这一年吧 那么改观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在这一年之内我们修复亲子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我女儿有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是非对错的价值观 我们两个都有了一个共识 有些东西是错的就是错的 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去面对这个问题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就是错的 比如说吧 我曾经跟他说过 我说有一天如果你发现妈妈犯了罪 然后呢 你一定要去检举我 你这是帮妈妈在回头 帮妈妈在挽回人生的损失 如果有一天你犯了错 你犯了罪 妈妈也会及时的去制止你 能够及时制止你 帮你悬崖勒马 把你拉回来的话 那妈妈肯定是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犯了罪的话 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去 接受法律的这个严惩 就是我们在一些是非对错价值观上 已经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共识 而对他父亲的这个认知呢 我们也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父亲的确是因为出轨 然后违背了对婚姻最初的一个承诺 然后呢我们这个婚姻破裂了 并且他在对你的这个亲情上 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 一点抚养费没有 并且我女儿曾经还跟我说过 说你当时不光是放弃了 那个就是说我的一个抚养费啊 你也放弃了我应该得到的那部分这个权利啊 当时我女儿还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正是因为在孩子心里逐渐的慢慢承受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让孩子看清楚了事实的真相 我完全尊重他这个生命的一个体验啊 他有权利知道真相 他有权利去享受这个事实真相 给到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啊 而不应该是由我们大人就给他如何的去粉饰 如何的去掩饰啊 那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父母犯罪的啊 就像刚才这个咱说的这个刘学柱这个事件一样啊 事实真相他必须要去证实和面对 虽然结局很残酷 但是站在对他自己这个生命的这个尊重的前提下 他需要去认清 需要去面对这个真相 所以我支持所有的生命个体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接受的一些不公啊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啊 你有权利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 应该给到你这个生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啊 所以说呢就借着这个刘学柱这个事件吧 就是阐述我对婚姻的一些价值观 和对亲情的一些这种价值观 和对亲子教育的一些观点吧 可能有些人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啊 还是那句话啊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 我也希望我通过我自己讲述的我一些经历呢 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说 包括亲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这个共同的探讨 好行我们就今天就先说这些吧 我们下期见